今天的华人足迹节目呢 我继续来为您讲述张碧氏的故事 说到中国的葡萄酒啊 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张玉 张玉酿酒公司的创始人就是张碧氏 那张碧氏为什么要创建张玉酿酒公司呢 这背后还有一段显为人质的故事 1871年夏天 张碧氏到法国驻雅加达领事馆参加酒会 席间法国领事拿出优质葡萄酒款待宾客 这种葡萄酒价格昂贵 张碧氏品尝了一口果然味道香醇 他一边饮酒一边和法国领事攀谈起来 法国领事向张碧氏讲述了一段往事 清闲丰年间英法联军若迁中国 这位领事也跟随军队来到天津 宿营时 法国士兵就把从烟台采摘的葡萄 用简易的设备压制酿酒 酿出来的葡萄酒口味甘醇 不亚于法国白兰地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张碧氏蒙发了一个想法 有朝一日 他要在中国创建酒厂 酿造中国自己的葡萄酒 说来也巧 1891年 时任山东登州 来州 青州道尹的盛宣怀 邀请张碧氏来烟台 共商新办铁路 开发矿山事宜 张碧氏终于等来了机会 公务之余 张碧氏考察了烟台的头壤水温葡萄种植的情况 烟台的头壤肥窝气候宜人 很适合与种植葡萄 同时烟台是北方的开部的两岗交通称便 张碧氏考察以后做到了胸有成竹 当他再次见到盛宣怀的时候 他就把他埋伤在西米20年的首院 嫁出来了 要在烟台创办 服务到壤酒公司 盛宣怀听后 十分欣喜 大力支持 通过盛宣怀 张碧氏又结识了北洋大臣王文韶 王文韶也给予张碧氏很大的帮助 1894年 张碧氏出资350万银两 开始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 他为公司起名为张育酿酒公司 请光绪皇帝的老师 曾任公布上书 军级大臣等药职的温铜盒 提携公司的招牌 张碧氏在烟台买下两座荒山 雇佣数百名工人 开辟出上千亩葡萄园 在烟台市区购置六十亩土地 建设厂房 酒窖 从欧洲购买新式酿酒设备 第一个现代葡萄酒厂在中国出现了 中国种植葡萄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 张谦初始西域 带回葡萄种子和酿酒一人 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葡萄 酿造葡萄酒了 葡萄美酒夜光碑 这些筷子人口的诗句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不过用西方技术工业化生产葡萄酒 张碧氏是中国第一人 尽管有盛宣怀 王文韶等 杨务大臣的鼎力支持 张碧氏在创建张育酿酒公司的过程中 依然遇到了重重困难 种植葡萄需要大量竹木 张碧氏就从家乡广东 采购了大量竹木运往烟台 途中不断遭到地方官吏 设卡刁难 张碧氏不得不上书朝廷 请求帮助 请求各进出口一律免税 这就是张碧氏当年写给朝廷的信函 让我们了解了当年创建 张育酿酒公司的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